行政院会通过选霸法排黑条款 不过被质疑中介法夹在里头通过 国人离被禁言的日子不远 想问院长怎么看 对于黑金枪毒 甚至于对违背国家忠诚义务的人 参选 国人都不能接受 所以行政院会通过 把相关的法律修改 能符合国人的期待 也让想要借由这样来介入公职选举 甚至于进一步来出掌公职 控制国家资源来防堵 我们希望大家都一起来支持 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你们到底是问白姓 你们到底是问两大千人家宝的 你们不要谈白姓的问题好不好 问白姓的问题 你们自己是很难的 我们想问一下说 因为昨天高宏安现在这个状况 已经被交保了 可是因为您之前好像有预言过说 他当时的市长就是自我毁灭的开始 你不要再看他们进入查证好不好 现在已经 这个是我们尊重司法做好了 好 对不对 好 你刚才怎么看说高宏安现在60万会交保 是不是有政治的布提 为让他们的事 你都不必问这些问题 我只有一句话 叫尊重检查尊重司法 好不好 你认为他刚刚在实力 你认为他刚刚在实力 你不议赛 公安可以去参加救助的例外 你认为公安可以参加救助的例外 当然可以啊 那后就请 你说25号前他比较不太可能的 所以可以参加救助的 你们到底没问白事的问题 到底就是人家宝也还在问一下白事的问题 好不好 所以他等于现在目前等于 你们不要再问白事的问题好不好 等于是最正确的 小心小心小心 好 好啦 不要 不要 好啦 好啦 结束了 用白事的问题你自己自己的 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高宏安 解销 首先 我觉得民进党过去 在司法的力量上 在选举面 就是早府班班 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国家机器的力量 我讲一个自己切身的经验 那当然 司法最后检验如何 我想高宏安 他应该会去说明 也要去面对未来的 司法程序 大家还记得 我以前在选举的时候 然后我都是靠小额募款 结果呢 我的小额募款 其实有一天 监察院竟然说我违法 然后说要罚我6万到120万 那说是什么违法 说我有一笔小额捐款 金额是306元 你没有听错是306元 不是306万 说这个捐款是与法不合 我其实当场很傻眼 就监察院查我306块 那陈明文的300万 他不查他查我306块 更扯的是 最后我行文给台北市民政局 来确认这一笔306元的捐款 到底合不合法 台北市民政局回复是完全合法 所以不管高宏安案件如何 民进党主政之下的国家机器 已经完全沦上了公信力 这才是今天最大的危机 所以因此我觉得高宏安 就是要去面对司法程序的一些检验 但是民进党你主政之下 你拦止的所有的国家机器 到底经不经得起检验 这才是最大的问号 会不会觉得民进党 就是故意在他就职前 做这个大动作 然后让他无法顺利就职 然后新竹市长也有必要 我要特别说 就是说当然事实的真相如何 说真的他有待去厘清 可是我目前国家机器的公信力的沦上 才使得说今天有各式各样的阴谋论质疑 这阴谋论质疑也许是错的 但也许是真的 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说到底是错是真 我没有把握呢 就是你民进党嘛 你民进党过分阿把霸凌滥用国家机器 滥用各种司法的资源去打压在员者 但用监察院去打压罗志强 我请问你经过这一连串的 所谓的栽赃抹黑打压迫害跟压迫 我还能信任民进党主政下国家机器呢 抱歉我不相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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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 大哥小心 小心小心 anniversary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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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